我們接下來要上的內容是有關於水循環 這是一個水循環的示意圖 好 那在這邊啊 然後蒸發啦 到天上啦 凝結啦 那會下雪啦 會下雪啦 下地面上亂爬叫淨流啦 滲到地面地下叫做地下水啊 淨流就會遇成河川湖泊海洋啊 就流過去啊 然後就蒸發 葉片上叫蒸散啊 這個是古時候生物就教過的啦 於是停車戰界問 水循環三步驟 生物老師跟地老師都教過了 水循環三步驟 請問你是什麼東西 帥哥3號 3號 3號 3號誰啦 小老師大人喔 很好啊 水循環三步驟 不會喔 不會喔 地理教過生物都教過啊 蒸發 凝結 凝結還有一個 降水 降水很好 你們要跟我講降雨很好 水循環三步驟 蒸發 到天上會凝結 然後就會下雨跟下雪叫做 降水 叫做水循環三步驟 因為它可以有固態、液態、氣態 所以就有這個水循環的過程 水循環可以做啥事 水循環可以輸送物質 輸送水這個物質 這個講義沒有 看就好 也不用背 好 海洋蒸發84個單位的水氣到天上 降下來七個單位回海洋 有七個單位跳到陸地 陸地蒸發16個單位到天上 上去變23 下來呢 也是23 下來23上去16 有七單位流到海洋裡面 就藉著水循環這個動作 把我們的水從陸地送到大海 從大海送到陸地 把它送到世界各地 於是世界各地都能夠得到液態水 都有機會可以擺點生命 世界各地的生命都能夠得到它所需要的液態水 可以 好 好 還可以輸送能量 蒸發會吸熱 凝結會放熱 放熱 所以海水煮了很多 它吸了好多熱 好多好多的熱 好 溫度不太上升 吸了很多熱能 然後蒸發以後再把這個熱怎樣 帶走 然後送到別的地方去了 帶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下一題是學測考過的題目 水氣凝結會放熱 水氣凝結的放熱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我們未來會教颱風 我們就告訴你颱風需要很多的水氣 很多的水 為什麼 因為水氣凝結的放熱是它的能量來源 所以這一題是學測考過的 水氣凝結的放熱是大氣劇烈天氣變化的能量來源 OK 好 所以水透過水循環 我們可以輸送水這個物質 同時也可以輸送能量 會有輸送能量 這是舊客人的一句詩 李白將盡久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高堂明鏡非白馬 趙如青絲怒成雪 它後面會背嗎 人生得欲西軍歡 末史金尊空對月 下一句你們一定會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斤三斤還不來 OK啊不復不費了 好來 它請你用水舒安的觀點看 這個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用水舒安的觀點看 黃河之水天上來感到 奔流到海不復回感到 來停車站接問第一句對不對啊 黃河之水天上來 來這個人叫做帥哥三舊 水循環觀點 黃河之水天上來乾丟 對喔 為什麼會對 請坐 雨水嘛 黃河的什麼來源是什麼冰川有沒有 什麼某個山上的雪水融化 雪是老天爺降下來的啊 所以是對的 會凝結成雲 然後會下雨會下雪 然後就補充了我們的河水 給我們河水來的 所以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對的 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對的 那麼用水舒安觀點看 奔流到海不復回感到 奔流到海不復回對不對 不對 對嗎 來 九號 對嗎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不對喔 感覺不對 請坐 加上蒜影答在蒜影答錯啊 反對 因為水會循環啊 升到天上凝結還會怎樣降水 還會回來啊 所以奔流到海不復回是 錯的 它會回來 所以我才說 我喜歡講一句噁心的話 好 你現在喝了水可能是恐龍灑過的尿 很久以前 有了恐龍灑了一泡尿 這泡尿裡面的某個水分子 蒸發到天上 凝結 降雨 到河裡 然後呢 在千萬年後 就被你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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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到肚子裡去了 好 所以你現在喝了水 是恐龍神經灑過的尿 因為我講過 透掉少數例外 不管 世界水原則上不增加也不減少 是透過水循環反覆的使用 反覆的使用 你小時候不乖 走在路上水地土壇 阿噗 土壇 土壇 鋪到地上 那個臺裡的某個水分子 升到天上 蒸發凝結 在你15歲的時候 就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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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肚子裡邊去了 OK 所以 對啊 OK 這個看看就好了 不用去禁它 就是要告訴你 我根據全世界 有這麼多的河水的流量 然後呢 流到大海這麼多 所有的河水流到大海要12天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水氣 然後呢 降雨量這麼多 降全世界的水氣都降下來 大概要10天 全世界有這麼多的海水 蒸發這麼多 那麼要3000年才會把海水全部蒸發光 那麼透過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就知道 原來 我的水分子要花1000年 才能夠完成一次水循環 大概不是3000嗎 因為海水不會全部參加蒸發 所以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是1000年 所以古時候很喜歡考一題 請問你 請問你 水循環的過程中 水分子多數時間 停留在何處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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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1000年 可是這個是根據全世界 這麼多的水氣 這麼多的降雨 這麼多的河水 估算出來的 跟實際情況根本不一樣 實際上 完成一次水循環 可能要千百萬年 有一個水分子掉到下下來 落到地上 滲到地底下 變成地下水 它要重見天日 可能要十萬年 百萬年以後的事情 可是夏天的海邊 早上太陽起來一散 水蒸發到天上 凝結成雲 然後來個午後雷 這個它就回來了 這樣子要幾個小時 所以實際上的水循環 可能短到只要幾小時就完成 長的可能要千百萬年才會弄完 所以那個1000年 只是一個估計的這樣說法而已 實際上的時間 差距很大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 就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這樣的狀況 重點就是水循環的蒸發 凝結跟降水 這就是我們有關於水循環的說明